这一期台湾菜 我们今天去的是在Cupertino的好客栈 发现了这家台湾店 第一道 作为台湾的第一张美食名片 没有不点卤肉饭的道理 我们六个人点了三碗卤肉饭 他们家的这个卤肉饭真的是肥而不腻 熟透Q弹 然后加上旁边的这一颗卤蛋和这一撮酸菜 简直是点睛之笔 快把我又饿了打在公平上 如果你要去 一定一定要记得点他这碗卤肉饭 我觉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第二个我强烈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香炸排骨 不要搞错 他们家我有好几个排骨 有什么椒盐排骨 还有香炸排骨 然后我推荐的这个叫香炸排骨 必点 而且我要赌上我作为个美食博主的荣誉 如果你去了这家店 一定要点他们家的香炸排骨 就我觉得台湾人民 可能就是在这个这炸类物上天赋异禀 一般人真的炸不出这么酥脆 哎 说我饿了 擦擦自己嘴边的口水 第三道三杯鸡 所谓的三杯酒酿 猪油和酱油 然后再加上一串九层塔 老实说 其实鸡肉能做出来好吃的方法也不多 但是三杯鸡必须在好吃鸡肉排行榜上有姓名 三杯鸡最早是起源于江西的 可能是在台湾地区发扬光纳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台湾菜来的 我们当天还点了 哈香茄子 客家小炒 碟板牛肉 椒盐排骨 而且他们家生意还挺火爆的 我个人感觉如果住在附近的人非常适合点他们家的卤肉饭便当 非常适合工作日 点一晚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